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上帝是挚爱的上帝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他的爱因此我们想做什么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因为这是出于他的爱 包括他们对约伯记的解释说 上次是耶和华 但收取的不一定是耶和华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 其实我认为这不是爱 这应该说是叫做纵容 我们的神在对我们 给予我们物质方面的供应的时候 在给予我们生活方面需要的时候 拥有着上帝特殊的目的 我们需要拥有一个整全的圣经的概念 去理解上帝的神迹 上帝对我们的供应 这样才能够分析出他的目的所在 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马太福音12章1到21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塞人看见就对耶稣说 看哪 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再者律法上所记得 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婿 不喜爱祭司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离开那地方 进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把他抓住 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 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传明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盼啊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宫里 传给外邦 他不争敬 不喧嚷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宫礼 叫宫礼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今天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12章1到21节 我们首先来看1到8节 在这里圣经记得到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 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们饿了 就掐起麦穗来吃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耶稣说 看啊 你的门徒做安息日 不可做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橙色饼 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 可以吃的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再者 律法上所记得 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司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 当作有罪的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这句圣经其实很重要 记录了耶稣对安息日的解释 我们来看这一到八节里面 在文士和法利赛人 他们看来 门徒的过错 并不是他们摘下货吃了麦穗 而是他们尽在安息日 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安息日这个律法的 在犹太民族 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里面 他们所开发出来的 这个安息日的解明 安息日的律法 极其繁琐和砸碎 戒命中禁止人在安息日工作 可是解释律法的人 对这简单的禁令并不满意 他们首先要替工作下一番定义 因此定下了39种 安息日所禁止的基本活动 其中包括收割 颠簸 打鼓 准备饭食等 解释的人仍然不肯就此罢休 又在每一项禁止的工作之下 列出详细的规范 后来有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师 他叫麦摩尼德斯 他说 掐麦碎就是一种收割 因此在他们的眼中 耶稣的门徒触犯了安息日的罪 因为他掐麦碎了 所以这是不可做的工作 可是这些严格遵守安息日的法律赛人和文士们 他们严格的遵守了这样的律法 他们真正能够去明白 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真正能够去享受 安息日带来生命里面的安息吗 答案肯定是未必 我们要想一想 上帝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 我们需要理解这个安息日本质的意思 来分享这个安息日的意义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三节 在创世纪二章三节这里说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这是第一个安息日的设立 在这第一个安息日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一个圣洁的概念 上帝让这一日成为圣洁 在这一日当中 上帝停止了他所有的创造之功 与被造物一同进入第七日的圣洁的关系当中 这是一个造物主以被造物之间完美的和谐的关系的体现 因此律法上遵守安息日 也是让我们懂得 放下我们日常的工作 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 去享受与上帝的关系 安息日强调的不是做工的问题 安息日强调的是与上帝的关系 与神的关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法利赛人遵守安息日律法 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没有和上帝产生关系 这是毫无意义的 门徒们虽然触犯了安息日的律法 但是他们与主同行 天天跟在耶稣的身边 他们才是真正享受安息日的人 我们每天 每个周的周天要去教会 要去参加礼拜 但是我们有多少人 能够通过主日的敬拜 去享受与神的关系呢 按照这个定义出发的时候 我们应该定义安息日 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 安息日应该处在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因为耶稣成就了 以马内力的祝福 神与我们同在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去享受 神与我们同在的 这样的安息的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十三到第十六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一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复原了 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 山翼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又嘱咐他们 不要给他传明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这段经文讲述了 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 就是医治了一个 手枯干的病人 我们在这里的 我们根据上下文 圣经的文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文本所强调的并不是耶稣医治了这个人 而是强调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病人 换句话说就是这里文本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行神迹的目的 而不是医治这个神迹本身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在第七节耶稣说的很明显了 我喜爱连续 不喜爱祭祀 因此耶稣在安息日行这个医治的神迹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 当耶稣看见这个手枯干的病人的时候 他对人性的怜悯跟人性的爱触发了他的神性 触发了这个神迹的发生 这是一个上帝主动的行为 主动的医治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病人他是否有信心 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病人他是否祷告过 他是否圣经更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病人他经历了这样的神迹以后 他是否会信耶稣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体恤人的软弱 甚至在安息日冒着臭犯安息日律法的危险 所行了这样的一个医治的神迹 这是神的完全的主动性对人的医治和怜悯 换句话说就是 上帝他体恤人的软弱 其实对于上帝来说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对于上帝来说 一个人的灵魂 远远要比一个人的肉体要重要 一个人肉体的长血相比灵魂的得救 那算不了什么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解除我们罪的问题 重新恢复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问题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其实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好 我们身体的疾病也好 从神的眼光来看 这并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知道神对人性的理解 对人性的体恤 同样彰显在 耶稣基督的圣神 这样的属性与法利塞人所倡导的律法主义 本本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此之外 耶稣在这里说 他不希望跟随他们的人 因为他拥有这样医治的能力来跟随他 所以第十六节说 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明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 他不希望来跟随他的人的目的 是因为能够去得到他的医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通过这个经文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愿意信耶稣 愿意来跟随耶稣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来接近耶稣 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耶稣的祝福 想要得到平安 想要得到财富 抱着一种成功主义的目的 物质主义的目的 祈福思想的目的来接近耶稣 这是不对的 其次我们在遵守宗教礼仪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应该丢掉我们的爱心 我们不应该丢掉我们 从上帝而来的这样的爱 我们不应该进入到一种 像法利赛人的这种律法主义当中去 我们在执行律法的过程当中 要本着最大的爱去教育 去遵守这些律法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你是安息日的主 主啊我们知道 安息日真正的目的 是让我们进入到 与主的同在当中 也让我们看到 主你所行的每一个神迹 拥有着主你特殊的目的 主啊我们知道 你体恤人的软弱 你体恤我们人的需要 主啊你供应我们 你医治我们 但是我们的信心 不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的信心 应该建立在整圈的福音上 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尽心 尽信尽义 爱主我们的神 其次也相反 也爱人如己 愿上帝祝福大家 以上的祷告 侍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利名祈求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